正史中,法正被评价为刘备的谋主,而诸葛亮被评价为刘备的公骨之臣,也就是说,在正史中,实际上诸葛亮最开始其实是负责统领政务的,而法正则是负责为刘备出谋划策的。 这似乎和我们印象中的三国不太一样,大多数人都认为,蜀汉最厉害的谋士是诸葛亮,对法正印象并不是很了解,实际上,这就是,三国演义,给我们带来的误解,刘备时期,真正的谋主是法正,是他为刘备出谋划策,打赢一次又一次的大战,奠定了蜀汉基业,说法正不死,便无三国。 一点也不为过,以史为敬,可以知心替,以人为敬,可以明得诗,欢迎订阅真正历史,怀才不育,法正出身于明氏家庭,他的祖父是明氏法真,这就注定,法正家庭教育,极好,法正本人的素质极高,建安初年,由于闹饥谎,法正便同好友孟达,一起投奔了一周刘章,可惜的是,法正虽有一身才华,却并没有受到刘章的重用,干了很久,才被升为新都县。 法正是一个大财,区区县令之职,肯定是满足不了他的,根本无法让他施展才华,与此同时,法正和其他人的关系也不是很好。 受到周一中的人诽谤,这让法正非常苦恼,法正熬了这么久,只做了一个小小的县令,身边都是些关系不好之人,可想而知,他的工作环境非常不好,于是他对刘章的怨言越来越多,最终怨气积攒到了一定的程度,法正决定另谋出路了,公元217年,曹操征讨汉中与法正的建议。 公元217年,曹操率军胜利返回叶城,这次征讨汉中的行动,在三国的历史长河中掀起了新的波澜,叶城,作为曹操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一时间成为了三国乱世中的焦点。 曹操的大军刚刚驻扎下来,各路使者络绎不绝,他们带来了各地的战报和消息,为曹操提供了决策的依据,此时,千里之外的成都,刘备的谋士,法正正在紧密关注着这一切,他深知战争的残酷,更懂得在这乱世中存活的法则,法正看着手中的战报,脸上露出了深思的神情。 曹操的北返,无疑给蜀汉带来了难得的机会,他立刻找到刘备,向他展示了这一信息,主公,曹操以北返,汉中无人镇守,此乃天赐良机,法正语气坚定地说,刘备拿起战报仔细阅读。 他知道,汉中的地理位置,对于蜀汉来说至关重要,汉中一旦落入敌手,蜀汉的大门便会大开,这一点,刘备比任何人都清楚,法正,你认为我们该如何行动? 刘备问道,主公,趁敌军未稳,速攻汉中,确保我蜀汉安危,法正回答,刘备点了点头,他对法正的见解十分赞同,于是,刘备立即下令整顿军队,准备进攻汉中,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他需要能够信赖的将领,刘备召集了他的五虎上将中的两员大将,张飞和马超,来商讨此次征战的计划,刘备的火力侦察,与曹魏的应对。 在法正的建议下,刘备决定进行一次关键的火力侦察,这是为了后续更大规模的攻势做准备,他命令张飞,马超和吴兰将军领兵前往夏便,这个地点是攻占五都的关键一步,对刘备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战斗,更是对整个蜀汉未来的投资,张飞,马超和吴兰聚在一起,研究着地图, 他们知道,这次任务的重要性远超过往常,三人各自领命,率领部队迅速向夏便进发,他们的行动迅速而果断,充分展示了蜀汉军队的战斗力和决心,与此同时,曹魏方面得知L1刘备的动作。 曹操派出了曹洪和曹修来抵御这次攻势,曹洪经验丰富,而曹修则以勇猛著称,是曹操手下的新锐将领,曹洪和曹修在军杖中商讨对策,曹洪说,刘备此举意在牵制我们,我们必须稳妥应对。 曹修回应,我已有计划,绝不让刘备得逞。 两人迅速部署军队,准备迎击刘备的进攻,曹修特别强调了对吴兰的关注,他认为吴兰是关键中的关键,战斗很快在夏便附近展开,张飞,马超和吴兰率领的蜀军与曹洪,曹修指挥的卫军激烈交战。 双方在战场上斗智斗勇,争夺每一寸土地,就在这时,曹修发现了吴兰的部队位置,决定采取突袭的方式打破僵局,他带领精兵悄无声息地绕到吴兰的后方,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这个突然的行动打乱了吴兰的部队,曹修的军队在这场突袭中占据了上风,吴兰尽管竭力抵抗,但在曹修的猛攻下逐渐处于下风,他不得不下令撤退,以保全军队的实力。 这场战斗,让刘备的前锋军节节败退,也让蜀汉方面对接下来的战斗充满了忧虑,消息传来,蜀中军队接连遭遇战败。 整个蜀汉军营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此时,法正步入刘备的帐篷,他的眼中闪烁着深思的光芒,面对接连的挫败,他并没有丧失冷静和判断力,法正深知,面对困境,最重要的是找到敌人的弱点,主攻,夏侯渊虽勇猛,但他过于自信,这将是我们取胜的关键。 法正的话语清晰而坚定,刘备静静地听着,他知道,法正向来见解独到,在连续的失利之后,找到一线生机至关重要,法正的分析,为他提供了新的战略方向,法正,你的意思是? 刘备询问 主攻,我们应该利用夏侯渊的自信,设下陷阱,以致取胜。 法正回答,刘备点头,他决定亲自出征,以法正为主谋,共同策划这一战役,刘备立刻下令,整军备战,他的目标是用智慧和策略,击败看似强大的敌人。 接下来的几天里,刘备和法正夜以继日的制定战略,他们详细分析了夏侯渊的战斗方式,弱点,以及过去的战绩,法正建议采用迂回战术,以避时积蓄,瓦解夏侯渊的军队。 忠诚一后,刘备与法正的不凡缘分,与惋惜之伤,刘备成为汉中王的第二年。 法正突然辞世,年仅45岁,这个消息对刘备来说如晴天霹雳,他悲痛欲绝,连续数日都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之中。 法正,这位半路跟随的大臣,展现出了他无比的忠诚和坚定,尽管他与刘备的相处时间并不长,甚至只有几面之缘,但法正对刘备的忠心却毫不动摇,这样的忠诚和信任让刘备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他内心的痛楚。 随后,刘备追封法正为义后,这是一个极高的荣誉,法正成为刘备麾下唯一一个被赐予嗜好的大臣,这并非是轻易可以得到的荣誉。 与此不同的是,像关羽、张飞这样的大将,刘备却没有给予他们相应的嗜好,有趣的是,法正的祖父名叫法真,又被称为玄德先生,与刘备的表姿相同,或许这是刘备与法正之间绕了一个大圈的缘分,命运的安排使得他们相逢并紧密合作, 法正的恐怖不仅体现在他的智谋上,更体现在他的忠诚和奉献上,他对刘备的绝对忠诚使他不计个人得失,毫不犹豫地为刘备的事业付出一切,他的忠诚让刘备深感安心,也为蜀汉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然而,命运对法正并不宽容,他英年早逝,年仅45岁,他的离世使刘备失去了一位重要的谋士,对蜀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正的离去让人们深刻意识到他在三国历史中的重要性,也让人们怀念他的才华和忠诚。 总结起来,法正的恐怖之处在于他卓越的智谋和忠诚的品质,他在战略谋划和政务处理上的才能使他成为刘备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的忠诚和奉献为蜀汉的崛起立下了汉马功劳,法正的离世让人们感叹,若他能够长寿。 也许三国历史会有不同的发展,以法正的才智,必定可以帮助刘备,取得更大的成就,如若他在,哪里还有一灵之败,若他在,重新夺回荆州,也并非痴人说梦。 毕竟,连曹操这种军事人才,也曾被法正击败,事后感叹无守兼雄略禁,独不得法正邪。 如果法正仍在,东吴必败,哪里还有什么三国,所以说,法正不死,便无三国,并非空穴来风。